一直要價幾千塊的公仔 要是摔壞了玩家 可是會覺得很心痛 隨著臺灣公仔收藏人口越來越多 現在出現專門為公仔治病療傷的醫生 原本是軟體工程師 今年二十九歲的劉全德 因為手藝精湛 還被譽為是公仔神醫 拿起放大鏡 仔細來回檢視鋼鐵人 並拿出工具 小心翼翼地將受損的手臂飛彈艙重置 準備重新裝回去 今年二十九歲的劉全德 原本是軟體工程師 因為喜歡製作模型 無失自通 練就一身修補公仔的好本領 我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拜師學藝 那完全就是靠自學 然後自己研究 然後從錯誤中裡面去找正確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跟我早期從事軟體工程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早期從事軟體工程的時候 我們做軟體工程的很要求 你要可以自己去解決問題 尋找就是做法 那這樣子的經驗對我後面做這個模型的精進的部分 有很大的幫助 一開始朋友找劉全德維修壞掉的蝙蝠俠 他把維修的成果與心得放到網路上後 開始有網友詢問能不能幫忙修復公仔 進而讓他萌生維修玩具的想法 兩年多來已經陸陸續續修復了兩百多件的公仔瑕疵品 也因為手藝精湛被網友稱為是公仔神醫 不論是常見的四肢斷裂還是零件遺失重置 只要經過他的橋手 都能賦予公仔全新的生命 除了公仔維修 劉全德也代工純白模型上色 不論顏色 亮度還是每個小細節都十分到位 我們買模型都是買套件 買白模回來做上色 那其實我玩具維修的這些技術 反而是從做白模裡面去延伸出來的 它是像這樣子相輔相成的關係 所以平常白模我做 我是一邊做 我也是一邊在磨練我的技術 劉全德說 網友的好評價及感謝 都是支持他不斷向前的原動力 他希望未來除了維修外 也能設計出一款真正屬於自己的玩具 記者 烏雅宇林國皇 新北市報導